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就得自杀去了 对吧 但是铺了十几年的报纸 突然间有了布了 你说这个生活幸福的 我怎么觉得你这话里有话呀 好像那意思就是说 要想着下一个节目要丝绸的布了吧 对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经常要想想过去 才能知道今天的甜美不是吗 对吧 就是什么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就是说今天有怀旧情绪的 不光是我们上岁数的人 咱们录了一集 这个王小波 因为说这个4月11号 是王小波的这个 那应该叫忌日吧 是吧 这个就是被朋友圈刷屏 甚至有人说 现在不光是文艺青年思念王小波 甚至有点什么 全民思念王小波这么个趋势 我觉得有所夸张了 有所夸张 但是你看我们录完了 这个我们这个编导 这个这个小静说 哎呀我们觉得 你们聊到王小波 能不能再聊一集 我们还想听你们谈他 我觉得很奇怪 他90后的小姑娘 他为什么喜欢听这个呢 这样 现在这个社会呢 大家都说cynical 对吧 犬辱 现在这是很普遍的 可以用来概括很多人 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言行 那cynical呢 有两面 愤世忌俗 玩世不恭 那么现在的愤世忌俗 就是愤怒了 愤青了 你年纪大一点 就说你老愤青 那下面的屌丝的这个愤怒 都是很真实的 有具体的 我电动车被收掉了 我也愤怒 对不对 我这个这个房子被拆 我也愤怒 但玩世不恭呢 现在通常解释为就是 像以前的央视 那个记者那种 就是精明的利己主义 玩世不恭 什么东西都不相信 混得很好 我觉得王小波是 很多人在他身上 看到的另外一种可能 就那他那个是 一个玩世不恭 他是做玩世不恭壮 而这个玩世不恭后面 他是有他的精神追求的 不管你批评他 太浪漫或怎么样 我觉得他是有他的精神 你要这么说 我觉得很多人 异影是异影在这个底 不是 就薛老师就是 我可能就是见识 就是浅薄啊 但我听你这么说 我倒真不觉得 我头脑中的王小波 是玩世不恭 我觉得他不是玩世不恭了 而且我觉得他 你看咱们脑子里会浮现出 一个人说话的样子 虽然我没见过他 但我见过他老婆 是吧 但没关系 没什么关系啊 和我一样 我也是只见过他老婆 他老婆我们准备去请 对 我们应该请他来讲 对对对 但先说他老公吧 就是说 我 我 我头脑中 我刚才听你说话的时候 我浮现出来啊 我觉得一个人说话的样子啊 对 他不是愤积的 不是愤青的 他呢 是温和的 就是 你与其说他是 这个玩世不恭的呢 给我的印象 更多的是幽默的 我觉得这种 是幽默的 温和的 给你讲道理的 你知道他甚至让我想起 要不说这几个人老串着说 在我印象中的王小波 为什么我就说 大家老在想起他 想起什么 咱们一边聊 我也一边在寻找啊 这个可能并不确定啊 就是 我觉得好像是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啊 怀念那样一个 清醒的 温和的 是对为你好的 给你讲讲道理 比如说让我想起 那天讲他爱引用罗素 你看罗素写的那种婚姻 什么幸福之路 这个幸福的生活 哎 就像是一个智者 他跟你讲这个道理 对吧 比如说对 一夫一妻当然很好 但是有时候男人 确实有他多余的 这个欲望 往往又会产生出 这种第三者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解决 能够让大家都最少的 减少痛苦 最多的增加福利呢 你知道就像是一个人 他老老是 在跟我讲 对 我脑子里 他不需要我做点工作了 你觉得也有更多的欲望 能不能增加福利呢 都可以啊 你 王小波确实是有这个 就是两面都有的 我现在一说起来 我觉得我到 感觉到我上一集 咱们讲道的时候 我在说 就是说王小波的这个 讲性爱的时候 我觉得比如说没有 可能还是有点浪漫 但我现在想想啊 你说的还是 你们两个人说的都对 他是给了我们这个 那个特定的时代 一种清醒剂 可是还不失浪漫 比如说我 我现在也想起来 上次我没想起来 那个英国的 那个写随笔的名家 那个名字叫 叫培根 培根 不就是不是画家 培根啊 他那个呢 就就像我开始说 我说这个 80年代 如果是热水和面 王小波是温水和面 那也许培根 是亡水和面了 就是凉水和面 他太特别老辣 特别的动情世俗以后 他对比如说爱情啊 性爱的描写 那有另外一种角度 另外一种气象 他总是又老辣 又很雍容优雅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 我觉得王小波是非常契合的 他就是有这种个性 就是在个性 自然性 人的自然性 要重新回来 常识理智 这是特别适合我们 这个中国人 这个时代的一种态度 所以我就觉得也许 他如果要真的 那么老辣到不对了 你看现在流传的一些金句 金句 他一方面 他有那种 你所谓的就是性爱 非常直路的 直接的 我们说那个倒挂的句子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 甚至我 我看了现在都觉得 是不是有点鸡汤了 比如说 他写给是不是李银河的 这种句子说 如果你愿意 我就永远爱你 如果你不愿意 我就永远相思 就这种 你就不能在网上看 这个王小波语录 因为他的语录 相当部分是从小说里删出来的 我刚才讲的 这个高贵的《丸世不公》 是指的他小说里的主人公 不是指作家本人 作家本人 的确像你们说的对 他是对八十年代的 这个启蒙热潮 他是有点拉开距离的 你看他跟前面这批作家的 最大的一个不同 最明显的不同就是 韩少公也好 俞华 莫言 王一号 他们一写小说 写的是家国 乡土 都是在写中国 每个人张伟 张成志 所有这批八十年代作家 都是一个家国 王小波就写一个人 两个人 就一男一女 在山上搞了几十年 哦不 他们搞了几十天 他写了几十年 他花二十年的时间 反复修改两个人的 几十天的一个做爱的这些故事 跟前面这批作家 在题材上就很大不一样 真有意思 而且你发现没有 他对传统 对这个寻根 对这个国学 都已经有了一种 不信任的质疑的 但他又吸收了很多东西 所以他是温和的 他不是又是激烈的 就是那种说的 反传统 他也不是 可是他又已经过了那种 我们要回去寻根 我们要什么 比如他对国学 我不记得是哪篇文章里 反正就是他对国学 有一种怀疑的态度 但是他又说的很有趣 你知道吗 他说当然了 他说传统肯定是 我们肯定是有很多伟大的东西 像孔子有伟大的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要回到过去 回到传统 这就有点像一个军事家 说老要挑选战场 他说也许军事家 挑选战场是一种好的谋略 但是学问家 你要挑选战场 就像一个国学家 说的我们现在要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 男主外女主内 他说我就不赞成了 因为学问上 你这不等于挑一个 回到过去 当然是男的有优势 女的没优势 他说所以在这点上 我一定站在女的一方 不能这么占便宜 这是一种阴谋诡计 他说的又很有趣 可是你又觉得 很有道理 不能一味的就回到传统 就是你看 我虽然没见过他 可是我觉得这个人 让我觉得可亲 亲切 就是好像 我有时候会幻想 比如他在跟你讲 咱们总得讲道理吧 他其实 像是一个这种思考者 你可以看看 咱们有个观众 引用他的话 他们打出一个字幕来 就现在很多观众 也找他的语录 这是观众给我们推荐的 说是 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 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 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 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 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 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 这就是黄金时代的概要 黄金时代就是在讲这么一个事情 就那个那个时代 就我刚才讲的 上次讲的那个故事 就是这么 所有的那个那个时代 是不可以有幸的 这两个人乱搞男女关系 对不对 然后男女关系 这个然后就不断的在批斗 而且今天来看 还有个意义 我可能很实 我现在看东西不太学 我觉得他在那个时候 对于写文革这一段 那个时代 他有一个充分的自信 就是那个是非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他都不屑去批评 去指责那个时代 在那个时代里面 出现的那些事情 他用的是一种非常高的 就是调侃的态度 在今天 他为什么用那个调侃的高度 就是因为他觉得 毋庸置疑 那是个非常荒谱 他里面想到个军代表 他说他做梦 他说军代表变成吐司了 他做梦 他说哎哟 我发现我们这里恢复地质了 他说 第二天发现 军代表还在念社论呢 所以他把那个时代里面的很多事情 比方说群众来斗一男一女 只是因为他们发生关系这件事情 他把它用黑色幽默的方法来处理 我今天读就不那么黑色幽默啊 我们现在看电视告白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 他不想打这种低级战役 你发现没有 因为我们 低级战役还是会来 低级战役还是会来 而且永远会有一些 这个可能是王硕说的话 就是热血笨人 这当然很尖刻了 就是说很多热血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很智慧 很机智 他就跟这种低级的话题 低级的战役 这种很愚昧的 他不断纠缠 而且在纠缠当中 你就降到了同一个水平上 你也变成了很笨 你知道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 我们朋友当中 我相信你都有知道 他一辈子在跟一个 他认为非常邪恶 非常什么的 但是在跟他的几十年纠缠下来 你发现他也变得很无趣 我觉得王小波是非常 就是很清醒这一点 他不要在这种低级战役上 不断的纠缠 他要享受智取的 就是智力的乐趣 思维的乐趣 其实我就觉得你 今天的人你要理解他呀 你还是得把它放到 那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因为他们插队的时候 经历了中国经历的是一个什么时候 中国经历的是一个 甭说性压抑了 中国经历的是 连你脑子想什么 你不能自由的思想 你必须检讨到灵魂最深处 你要跟组织上 把灵魂都暴露出来 你有什么私心 你有什么想法 以至于我就说到今天 对吧 我就发现你看 当我们要求一个人写检讨 像一个体育明星 或者一个什么写检查 你知道中国人的思路是什么 我们看不出你的真心 你明白这个里面 有一个关键的分野是什么 比如说要是一个西方人说 你做错了事 那么你要郑重的道歉 就为你的行为负责了 但是你看 我们听惯了检讨的人 我们觉得 我们会议论说 这个检讨写的不够深刻 没有检讨到他这个思想的根源 没有检讨到你这个 如此放任自己 你这个思想根源 按照这样追下去 你记得没有 这就是过去我们的叫做思想改造 所谓思想改造就是 你想什么也不能随便想 王小波横空出世 他告诉我们 谁也剥夺不了我 哪怕我沉默 我不说话 可是你能剥夺我在这想 我在那思春 或者我在那天马行空 我在那想 我跟一个女的乱搞了三天三夜 你管我想什么 我喜欢想一切无用的 有趣的事情 你们给我加了无数的罪名 我也尽量的检讨 到最后他就说 我不觉得我有什么错 这个是他的 就是这种思维的乐趣 我最近还有党校建议要禁止自由思维 怎么止我 我们不是看到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最新的动议吗 我一天你聊这个 我就想去广告 向下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接着聊 就是说我说 如果纯粹翻成 因为有海外的非常权威的学者来问我 就是他们很容易判断中国文学 但在王小波他们有点困惑 翻成英文我觉得缺乏尽略性 假如说你黄金时代翻成英文 是在至少在外文的读者来 才不像莫言于华的小说 这么容易理解 因为莫言于华的小说 是直接扎根中国的 这个草坑的这个现实的故事 王小波其实跟中国的现实很有关系 你知道就是我有时候 我老是想起啊 就说这个陈毅当年 就说开一个知识分子大会 就是说说的一句话 说这个是就说 你们的任务很重啊 我们国家啊 几亿人没文化啊 他说愚昧啊 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你看中国的这个 不光中国 其实你看美国大选啊什么的 你发现没有 这个我说这个话很容易得罪人啊 当然我也是这个蠢货 对吧 但是我也愚昧 但是我姑且这么说 我觉得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 永恒的问题 就是跟大多数人的问题 就大那你这个大多数人怎么办 就像是我说的那个罗素讲的一样 你得承认人生而平等 可是呢 智力有高低 或者说教育机会有高低 或者说有些个这个势力 他还更有意的让你愚昧 对吧 有意的蒙蔽你的真正受教育 希望你蠢下去 那么你看 从我觉得从一开始 孔子就已经早把这看清楚 你就不断说罗斯说的 其实这就是孔子最基本的出发点 就是人生而不平等 有高低 所以就是说要有等级制来各就各位 问题是他得出一个结论 民可使游之就变成了 至少是后代的权势 就把它变成了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 但是你看 要不说对孔子的解读可以多个角度 我听这个阿诚老师啊 我就觉得他的一个解释 让我很受启发 就是你看今天的人啊 老爱讲什么粉 叫什么屌丝啊 精英啊 好像精英现在是个贬义词 说你是什么精英 我的解释很粗浅 我说谁都是精英啊 凭什么 凭什么你就自居蠢货呢 这为什么要把精英 敌对话呢 谁都是精英 当然我解释太糙了 那天我听见阿诚老师讲孔子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讲 他说孔子就说啊 这个人 要成为君子 谁都可以成为君子 不过这里面没有出身地位的差别 所以才叫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是什么意思 就孔子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精英就算君子的话 就是更好的人嘛 更优秀的人嘛 有自己见解的 头脑清楚的 有知识的人嘛 对吧 他的意思是说 人没有高低之分 谁也可以当君子 但是需要通过教育 需要你努力 你学习 你通过学习 你为什么自甘无知呢 你通过学习 你与其坐在那里去骂 你们精英 怎么着 那个那个 你也是精英啊 你也是精英啊 对啊 人没有高低之分 你也是精英 这是你站在高位上说的 我蹲在地上的时候的感受 是不一样的 蹲在地上的青年人的崇拜 我现在突然想起 这么多作家 艺术成就 我们不去讲 对青年人影响最大的 真的就是路遥跟王小波 而路遥跟王小波 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 吊诡的一个不同 就是说路遥是描写一个草根 最后走向精英 他是一个小说里面 是一个草根的人 我自知不倦的奋斗走向精英 王小波是一个精英 伴做一个草根 就是精英 落魄到民间去了 很多人对知青文学 整个有这个评价 不是是王小波 而路遥呢 路遥是归乡青年 他就是 他本来就是农村的 那么到城市里来 是他一辈子要奋斗的目标 而不成 所以乡下人进城 一个城里人下乡 就有这个区别 就是哪怕你在城里 看到很多路遥的粉丝 但是你你只要一查 一查根底 原来是农村的 王小波的小说 他的文字是 一下子吸引人 我觉得这个是原因 他的一个姿态 他不是坐在那里的 他不是走在那里 飞奔的或者激昂的 他是蹲在一个角落里的 他蹲在一个角落里的 他是给你一个很低的 我们英精啊 小和尚啊 就是这一大套 就是很粗粗 但是你仔细读他 你跟他一交流 他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 人是平等的 你没有比我高 我一点都不比你差 你这是从他的小说里 得到的印象 但是更多的就是在他的这个随感里 其实我觉得 直接就是直接 我觉得就是你你你 你讲的这个平等很重要 其实就是你看 为什么我说咱们就说是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这种蒙昧啊 呃偶像啊 什么领袖啊 他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就说 老听你们讲这个词叫除媚啊 除媚我认为就是破邪教啊 那就是于邪教于媚就是邪教产生的土壤啊 到今天很多人是以成功学的名义 商业的名义 广告的名义 在搞邪教啊 在行骗呢 就是新的媚 对 我认为某种程度上这个王小波是反粉丝的 这什么偶像 就你知道这个任务是是什么呢 你比如说就是咱们讲这个呃 我我我突然想起几个人的对比很有意思 这就像是你看据我记得呃 我最早听到人讲常识是阿诚老师 阿诚老师那边写个小小文章 也说说那个铁匠铺里啊 那个老师傅啊 那个徒弟就给他干活啊 帮着师娘他得倒尿盆的 对吧 什么都交给你 但一定留着一招 为什么怕你徒弟学会了 把师傅给弄给给给给给 给怎么着给对付了 留一招徒弟就得跟着学啊 一直到师傅要死了 迷流之际这种话告诉了吧 徒弟说哎我伺候您一辈子 您现在告诉我最后那个绝招是什么 老铁匠扶着耳朵 扶着耳朵扶着耳朵过来跟他说 热铁别摸 哈哈哈哈 这个阿老的幽默 但是这个幽默讲的是什么 常识 对就是好 即使上几百年来 这个中国社会的很多人 但是就说啊 他就是缺乏这个热铁别摸 对这种事情 所以你能颠倒黑白你都能够被人带着走 无限崇拜 所以王小波的那个黄金时代啊 最后概括起来尝试就是男女要睡觉啊 就是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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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狂热崇拜 王小波其实是反对 就是有些很简单的事情 就比如说人是会有幸运的呀 对吧 人可能会自卫的呀 这这这这这是像热铁别摸一样的 你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比较呢 你看你像王硕我们的感觉 我有人把他称作八十年代狂飙式的人物啊 王硕你看最后就就误误到了 感觉来个众生平等 他是用一种特别极端的 甚至特别就是不就不招你待见的一种方式 很极端的在讲这个事情就是反这个崇高 反这个什么偶像 人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人 干嘛某些人就特别的又有一个光环呢 我们可以学习他可以佩服他 但是一是一二是二你也是个人 我也是个人凭什么我要匍匐在你面前 我就很深切感到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 各种各样的偶像这个成功人士 像王小波这样的人就很少 真的就是像他这样的一种形象的人也很少了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阿诚啊 这个吴亮啊这些人都是上一个时代的 都是目前这个社会就是我上次讲的 我们看到的两集就是屌丝还是屌丝 但是真实的屌丝 真实的屌丝就是真穷 他们的要求都是很实在的 甚至走向左派 就回念还是毛的时候好 真实的屌丝 然后对这个屌丝这个词也觉得不怎么样 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虚拟的成功人士 那社会上有很多 最成功成功的现在的社会 不是王小波这种 是又是真实的屌丝 又是虚拟的成功人士 两者结合的 对 其实王小波我就觉得 他就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就是说 那天咱们就说嘛 他主张的就是人平等 每个人都可以聪明一点 有自己的乐趣 对吧 不要受人忽悠 其实我很俗气的 有时候我想 那么有的时候你就觉得 他呢 让我觉得好想起他来啊 觉得很亲切 他又不是像骂人的 那么咆哮给你就 他就慢慢跟你讲道理 热铁 别摸 或者说实在忍不住了 是吧 就解决一下 他不就是在跟你讲这么一些事情 但是连这样一些事情啊 中国社会很长时间里 被人忽悠来忽悠去 而且好像长死越来越难讲 今天我认为今天还是在行骗 其实现在也有一种 也网上太多了幽默啊 什么回事 但是和王小波的不同 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说他的腔调 是一种 其实是没有夸张的一种腔调 就是真说话的腔调 现在的幽默 你经常觉得有一种架势 端在那儿 你知道吗 好像是一种就是 其实还不是完全的平常 你注意到没有 王小波几乎一句叫嚣都没有 一句口号也没有 他是这样娓娓道来 他就像我那天跟你讲 说什么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实际是一种 很高尚的主义 老实讲 因为你想想吧 要是有一个人 他忘记了他自己 他跟你说 你要对你的生命负责 你这一辈子是你自己的 你要把他过得充实 把他过得对得起 你自己的这一生 这个人岂不是个 很不自私的人吗 我有时候觉得 主张这个的人 他如果真自私的话 我管你呢 我自个儿享受 我自个儿的乐趣不完了吗 对 而且你看他 比如说他给李银河 我那时候见李银河 就是他们那时候 特别早在做这个 同性恋调查的时候 其实其中有很多故事 后来他们其实后来 也被纠缠到里边 也会有很多别 可是他说这件事 他给李银河写序的时候 用一种非常清明的调子 他们两个人 对吧 而且用一种学者的语言 就是说 李银河是用一套 真的是完整的社会学训练 他有证据的 有个案 有方法论 一一的给你讲下来 这些人不过是一些平常人 也不要把他们太夸大 但是要正视他们的存在 非常的就是不温不火 就是要正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 对 我想起他来 我觉得是温暖的 是一个温暖的感觉 反正死去的 的 是一个多样性的